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雪 第九百零七集 为何不方便 凤雪娃儿眨了眨眸 继续埋头收拾 霍白雪来到她身旁 没再说什么 低头帮忙整理东西 不到两刻钟 在黑夜之下 队伍继续往前 马车不大 正中央往后有个座位 两侧一边一个 剑衣被安排坐在凤雪娃儿 特制的椅子上 只要不是太大的颠簸 对于她来说 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中间的椅子被改造之后 两边面对面的位置变窄 但凤雪娃儿坐上去 位置还是绰绰有余 坐在她对面的霍白雪 也一样 凭借两边窗户 洒进来的点点月光 凤雪娃儿和霍白雪 聊了很多 有关战役的一些方法 与部署等等 两人就像认识了 很久的朋友那般 聊起来 并没有任何阻碍 凤雪娃儿的作战经验 远远不足霍白雪 但她的学识比较广 能想到一些霍白雪 想不到的方法 整整一个多时辰 马车内的谈话声 几乎没有停止 两人各自拿起水囊 喝了水 凤雪娃儿放下自己的水囊 拿起另一只水囊 轻身靠过去 给剑衣送上 剑衣 喝水 剑衣汉手 接过凤雪娃儿地上的水囊 看着眼前两人 霍白雪 微微仰起嘴角 像九娃儿和剑衣这般 如此甚好 凤雪娃儿依靠在 剑衣身旁的软毯上 并有些不愿意起来 她伸了伸懒腰 看着霍白雪 白雪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她总感觉 今天早上的事情之后 白雪看她和剑衣的目光 有些不一样 霍白雪 看着凤雪娃儿 在看着剑衣 视线落回到凤雪娃儿身上 雪娃儿 你和剑衣是不是 你以为我和剑衣 是情侣 她看着霍白雪 笑着问道 难道不是吗 霍白雪 挑了挑眉 你们二人 不管是外貌 还是内在 十分般配 羡煞旁人 当然不是 凤雪娃儿摇摇头 回头看了剑衣一眼 我和剑衣是朋友 是手足 是家人 听见凤雪娃儿的话 剑衣的气息 不禁愉悦起来 她一向以为 她们是主仆 虽然小丫头 没有主人的架子 但事实上 她是她的老板 白雪 你别误会啊 我们家剑衣 还没有伴侣呢 要是你看上了 也可以处处看 凤雪儿的声音 再次响起 霍白雪 看着两人 笑得愉悦 如剑衣这种男子 不仅武功高强 还长得俊逸无双 白雪 怎么可能高攀得起 雪儿不一样 长得清诚 武功了得 就连医术 都是无人能及 和剑衣 确实很般配 凤九儿侧头 看了剑衣一眼 视线再次落到 霍白雪身上 般配吗 她含笑问道 嗯 实在是般配 霍白雪点点头 凤九儿并没有 要做起来的意思 这般靠着 真的舒服 我和剑衣只是朋友 你别误会了 而且白雪 你也很好 谁能娶到你 是她的福分 我从来不说违心的话 你不相信 可以问问剑衣 凤九儿 再次侧头 对上剑衣的目光 剑衣 你觉得白雪如何 漂亮吗 漂亮 剑衣 微微勾唇 汗手道 可她并没有看过白雪 视线 一直在凤九儿身上 不熟悉她的人 还以为她在说 凤九儿漂亮 但剑衣 其实也没什么看法 特别是经历了 这么多事情之后 只要是凤九儿说的话 她都不会反驳 凤九儿很满意 剑衣的答案 点了点头 那你是否喜欢白雪 九儿 你别开玩笑了 剑衣还没有说话 霍白雪的声音 便响起来 我没有开玩笑 凤九儿 终于还是坐起来 取过剑衣 手中的水囊放好 剑衣确实缺少了 一个好娘子 要不然 她此次 也不会被重伤如此 这家伙 就是少了一条筋 要是有一个好姑娘 在一旁辅助 她一定会有很大的作为 哦 霍白雪 轻轻皱了皱眉 我也觉得奇怪 剑衣的武功 看起来绝对不简单 这世界上 能伤她的人 应该没有几个吧 九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唉 说起这事 我真的 白雪 你不知道 这家伙她 刚安静下来的马车上 很快又传出了 两个姑娘的谈话声 哪怕两人的声音不大 不为外面的人听清楚 但听见两人的声音 大伙赶起路来 也十分的有劲 队伍翻山涉水 踏过草原 通过林子 终于在第二天入夜之前 远远看去 就能看到了 鸭木城的西城门 不知道何时 回到队伍前方 坐在马背上的霍白雪 驾马 转身往凤九儿和剑衣的马车而去 队伍刚停下来 凤九儿便来到马车前 掀开了帘子 九儿 过来的霍白雪 轻患了声 凤九儿抿了抿唇 深吸了一口气 再从远处西城门几个大字上 收回目光 总算是回来了 总算将剑衣给带回来了 她在马车里出来 站起对上霍白雪的目光 看起来 敌军两方已经会合 我们 报 突然 一兄弟快马加鞭回头 来到霍白雪和凤九儿面前 霍将军 凤将军 城门上发现了很少敌军 霍白雪拿起望远镜 往远处的城墙上看了一眼 回过头 将望远镜递给凤九儿 凤九儿立即接过望远镜 放在眼前往远处眺望 果然是太子的人 他看着城墙上的士兵 轻醋了醋眉 看来 我要回去自己的地方 还是要得到他们的同意 九儿 我们这该如何 霍白雪回头看了一眼 轻声问道 算起来 叶州的队伍也不远了 我们在此扎营 等叶州的队伍过来了 再做安排 凤九儿放下望远镜 收回目光 如此一来 他们便不能往城南进攻 对我们来说 也不失是一个好消息 话语刚落 他在袖口中掏出哨子 放在嘴边轻轻一吹 不一会儿 一只十分俊俏的鸟儿 从林子中飞过来 落在凤九儿的肩膀上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